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吴律师啊 您放心 其实来之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悠悠和清零 原本就是准备离婚 分割财产 我们尊重他们之间的协议 清零案子 所有设计的金钱 花销 都由我们这边来承担 一切与悠悠无关 悠悠 你没有跟她立刻脱离关系 这对我们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我们好家不能欺负你心善 你们两个人的这些家产 本来也是你一个人挣的 而且你还要抚养灰灰 供她读书 还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 我跟你爸爸已经商量了 咱们还是把灰灰 送到国外去读书吧 这流言蜚语的环境 对孩子真的是不好 如果 如果你同意的话 那你这边就要尽一切努力 给灰灰搬出国留学 清零那边的事情 我们来办 你就不要分心了 灰灰还小 我们不能让灰灰 因为她爸爸的事情 就让孩子身心同时受伤害啊 还有 如果你这边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你就尽管跟我们说啊 吴律师啊 我还有件事情想咨询您 您说伯父 能不能在这个法律流程上 做个证明什么的 让悠悠 提前拿到她自己 应该分到的那个财产 以后一切有关金钱的追责 就不要再打扰她了 这点我们会按程序办呢 伯父 就这辆车 好 好了 来 慢点 来吧 悠悠 快去忙吧 伯父 慢点 到家了告诉我一声 好 随时打电话 好 你公公婆婆都是体面人 值得尊敬 只是生出这样的儿子 只怕两位老人 是要还一辈子 而没债了 喂 吴律师 好 知道了 怎么了 你帮田津爷买的那套房产 可能会受到牵连 我去想一下怎么办吧 不是 出了这么大事 那混蛋搁哪儿呢 人都进去了 现在再生气也没用 关键是 眼下有一件事很着急 当初你入狱的时候 我不是把你那些 七七八八的存款 还有你公司退租的租金 都归拢到一块儿 我怕放在手里贬值 就跟我的钱合在一起 买了你那套投资方案 可问题是 这套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 现在郝清凌的官司 可能牵扯到要赔款 我担心影响到你的那笔钱 不是 我的事都是小事 主要眼前把你的事解决了 你把你自己摘清楚了 就是帮我 我跟郝清凌是要抗争到底的 不能让她占我一点便宜 田津 现在最理性的做法 就是你能摘出来一些事一些 这样您有以后 好没有后果之忧 陆律师 需要我做什么 我们这边会尽快准备法律资料 你那边需要准备 当时这些资金的具体来源记录 比较琐碎 可能需要跑银行系统进行证明 问题不大 我之前在银行工作 跟着点朋友应该能搞定 好 好嘞 那我们说好了 你下午赶快去联系 我一会儿回公司请个假 明天回灵水 跟你一块儿办这件事 懂得 蔡总好 哥 回来了 干吗去 老孙力比赛还没打过来呢 回去看看去 去吧 蔡总 您好 我是人和地产的宁术 这是我的名片 我跟那个赵发赵总有合作 赵发的朋友 办公室说吧 土石方工程项目的承包人 必须得带资进场 这种事情赵发就可以做决定了 您总没必要亲自抱一趟吧 看来您总还有其他的事情 这次来 主要是替我的客户 来咨询一下 我之前 看中他一块地 也就是立心集团的立心大厦 后来没摊落 主要原因 是因为董事长张总夫妻 婚姻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影响了产权的转让 现在他们急需资金 所以准备拿那块地作为抵押 来贷款 度过难关 我知道财总 有这方面业务 所以想来问问你 你说了一大堆 我还是没弄明白 你是要给我拉客户呢 还是要给你说的什么 立心集团拉客户 首先我不是立心集团的人 所以没有理由 站在他们的角度说话 我劝您放贷 主要 就想帮您挣钱 帮我挣钱 我虽然跟你们不是同一个行业的 但是零水的情况 我还是非常地清楚的 你所说的那家公司 毕竟濒临破产 连银行的贷款都还不上 你这个时候让我借钱给他们 怎么还呢 蔡总 干您这行的 不就是希望别人还不上吗 这样利滚利 越滚越多 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地 在他们身上吸血 这样说话可能有些不礼貌 还请您见谅 没关系 我喜欢 年轻人敢说敢做就对了 但是 心血这个词不能乱用 它只是一种商业运作模式 有一点你是对的 利滚利 我最喜欢了 但是你说的那家公司 财务状况 窟窿比筛子还多 也到时候要不回来 账在这儿的一声官司 他抵押给您那块地 市场价值在两个亿左右 但他向你借贷的金额 不超过一个亿 报价只是个数字而已 我又不搞房地产 你说的那栋破楼 要是落在我手里头 恐怕一分钱价值都没有 在您眼里 这可能是栋破楼 但在我们公司眼里 这就是个金矿啊 这块地直接影响到我们公司 在林水地区的战略布局 所以如果有第二次机会的话 我们公司愿意 出同样甚至更高的价格 把它吃下来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 我放贷 你别也跟着赚钱吗 无力不起早 来啦 肩总 快请坐 好的 不好意思啊 肩总 刚才和几个美国的客户 在聊新能源开发的事情 所以有点迟到的 抱歉 知道你忙 能来已经很帮忙了 肩总 您与我聊事情 找个插楼就行 干吗弄这么多菜 多浪费啊 而且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会儿我还要忙别的 有什么事您直接说就行 这么忙啊 那咱边说边吃 来 我这个时间可能 那这样的话 那你吃我说 来来 不浪费时间的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 来 谢谢 肩总 由于时间太久 这档案调动频繁 我查的这些资料 也不是最全的 但是 崔浩的老婆 确实就是宁慧 对 但是有两个孩子 一个叫崔启明 还有一个叫崔启真 当然了 现在这名字换没换 我就不知道了 那俩孩子的学校信息 之前都登记过的 我想 即便是他们家出了事 都搬走了 但是这学校是不会变的 所以啊 我帮你啊 联系了一下 崔启真的原来的学校 明明开如果有时间 去碰碰运气 明天会有人接待你的 好 谢谢您 老张 对了 那 这是他们学校 大案库董老师的联系方式 你去了之后 给他打个电话就行 情况你也大概都清楚了 我就想你帮我分析一下 我们家老二留着张立心 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这个局面 我该怎么办呀 建总啊 是这样 您看您弟弟说的是 暂时让张总接管立心集团 那您知不知道这个暂时 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您看啊 张总这么多年为立心集团 付出了不少心血 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是 但是呢 确实是有很多员工 现在就是听他的 但是您弟弟和不一样啊 他是突然杀出来 就接管了立心集团 没有费吹灰之力 那您让下面的人怎么想 他在公司里群众基础都没有 那他怎么领导众人呢 所以要我说 他留着张总根本就不是习才 他只是缓兵之计 所以才说是暂时的 你的意思是 简红成留着张立心 只是为了过渡 等到您弟弟 什么时候掌握了主动权 到时候把张总的股份一收 随时把他扫地出门 这很容易的呀 但是简总我得提醒你一点啊 您和张总的矛盾越来越深 而现在呢 您弟弟让张总在工作 您在家里躺着赚钱 您都不愿意 那你换位思考一下 那张总他能愿意吗 如果他动了什么坏心思 让你弟弟把矛头对准了你 那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我 所以你现在就必须掌握一点权力 来保全你自己 要不看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我 什么机会啊 齐人公鲁 鲁欲驾无企 但无企取其女为妻 而鲁依之 无企欲就名 遂杀妻以名不予其也 武族以为将将功其大破之啊 我听不懂 就是杀妻求将 您那是杀夫求将 就是您先对张总开火 把您弟弟想做的事情 先帮他做了 到时候您把张总的股份 拿到手里 最后和你弟弟一平分 这让你既把张总驱逐出了公司 你又没有得罪你弟弟 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好 林太太说得真是没错呀 精英 你绝对是个精英啊 那你说我接下来具体怎么做呢 简总 其实怎么做不重要 重要的是谁帮你做 对呀 这是我自己肯定不行 我需要一个高手在旁边呀 小刘 要不你来帮我 简总 这可不行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了 我跟美国人有很多的生意要素 我后面 小刘 我知道你是个实在人 我也不藏着掖掌 咱们这样好了 你帮我再立心立了足 我就聘你做我的副手 股份我也可以给你分点呀 怎么样 姐 我其实 我其实钱不钱都无所谓的 我是因为跟你投缘我 才说了这么多 你不能多想过去 姐也觉得跟你投缘哪 你说我要是早认识你 我至于现在这么被动吗 姐 什么都别说了 相见恨晚 相见恨晚 这事我帮你 行吗 好好好 干了 干了干了 一定得干了 一定干 我先干微信啊 等的有点多 没事 没事 剪的这样 关于怎么对付张立新 我是这么想的 你们俩呢 毕竟在一起夫妻这么多年 知道很多根底 那你想一下 如果是你在经营公司 你最怕别人查什么呀 张总 您是觉得钱给少了吗 不不不 不是钱的问题 是出了点特殊的情况 这个地暂时不卖了 不带这么玩的吧 我这一切手续合同都准备好了 公司都开始拨款了 你告诉我不卖了 实在是没办法 这个 以后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合作 张总 我一直觉得你是林水 有威望的企业家 你这样言而无信 以后怎么合作啊 您就不怕对自己的声誉 造成影响了 我妈 你说啊 公司现在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要卖地 所有的股东都得同意 实在是没办法 还希望你能够理解 那这样 这杯酒算我给你赔罪 我先干为敬 这样 林总啊 我 Кон主 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能够做主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合作 这一次 万愤抱歉 是有人跟你注资了吧 你之前之所以急于卖地旧集团 是因为资金链断 现在突然不卖了 应该是由外人介入了吧 但据我所知 如果他们要注入资金 到你公司的话 一定会收购你的股份 真的 张总 不痛快吧 你 你什么意思 张总 我是把你当自己人才这么说的 地我可以不买 我公司还有别的项目可以跟 但是我真的不忍心看到 您辛辛苦苦经营这么多年的公司 被别人给夺走了 如果您只是因为资金链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这边有资源 可以帮您 当然 如果你已经想好了要接受外面的资本 那我说再多也没有用 你能帮我找过度资金 咱俩一共见面才两次 你为什么呢 做生意讲究缘分 你我一见如故 大家都会爽快人 我实在是不忍心 让您全盘皆输 这样的话 林水就损失了一名实干家了 好主意啊 老张那得心这事 他肯定干过的 绝对干过 小姐姐 小点声 小点声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招数这么老脸 姐 这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我从小就熟读所有的病房 后来发现这些东西 在企业经营管理里面 也很有用啊 聪明 姐 现在可是抢占先机的好时候 我还有个问题 我空口白牙 没有证据我能怎么办呢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病房 但是姐 还是那句话 机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才是自欺的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如果你不乘生追击 一物大好时机 你永远都不会 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要抓住啊 林总啊 你的宝贵意见 我一定认真考虑 张哥别客气 我也只是敬礼人博之地 好的好的 有机会一定要合作 好嘞 来 那个你给我查一下 人和地产的名数 什么来头 张儿 田儿啊 问你个事 那个杨主任 是不是调到上行当行长去了 这样 麻烦你把他联系方式 给我发过来呗 得嘞 谢谢啊 我回来了 这么早就睡了呢 累了 干嘛了累成这样 家里的事 累了 别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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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我做点吃的 咱俩你待会儿 我不吃了 不吃了 你吃吧我累了 我干什么 对了啊 您又是明儿可能过来 他来干嘛 过来交接一下房子的事 我知道了那我回避 你可别多想啊 我巴不得你俩都住进来呢 崔昊的老婆 确实叫姨慧 她有两个孩子 一个叫崔启明 还有一个叫崔启珍 现在这名字换没换 我就不知道了 好 姐 我现在准备出发了 你那边怎么样 放心吧 银行那边都搞定了 再怎么说 我也是银行街的老人 这点事难不倒我 那就好吧 我正确把资料都准备好 咱们俩直接去盖章 今天立了定啊 好嘞 喂 灰灰 怎么了 妈 我被老师扣了 你来学校一趟吧 好嘞 金融系这一届啊 就咱们四个零水人 现在都到齐了 从今以后啊 大家就是一家人 对吧 对 你说你俩至于吗 人家还不知道 你俩是谁呢 我叫田几野 田野的景色 我叫简红成 简单的简 红尾的红 成功的成 我看你有点眼熟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这儿见过呀 你是哪个高中的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回去了 还没吃饭呢 你没事吧 别碰我 我怎么了 臭病啊 篮球队一向团结 那怎么新人一来就打架呢 而且啊 还把人家玩死里打 就是 我儿子走路 现在还一拳一管着 这有多大仇啊 也不知道家当怎么教的 实在是对不起啊 但是好像是 两个打一个 是这样吗 那不管打几个 你儿子下手也太好了 他们毕竟是同学呀 对啊 不管怎么着 三个孩子打架都有错 是吧 咱们篮球队 最讲究的就是团结 是吧 要不然这么着 让他们相互道个歉 这事就算完了 可以吧 来 你俩过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一会儿 人家都道歉了 都已经是赢家了 就大放点呗 早完事早清静 否则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 我向两位老队员道歉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打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会记住这个教训 对不起 我向两位老队员道歉 打架了 打架的真实原因 我说了 他们一老卖老欺负新队员 就是反霸凌 再反霸凌 你也不能把人当敌人打呀 你训练有速 出拳有分寸的 说实话 说实话 我不干班长了 什么原因啊 没有原因 你是不是跟同学 有什么矛盾了 没有矛盾 是我自己不想干的 我要好好学习 没关系 我跟爷爷奶奶商量过了 可以提前送你出国留学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下个学期就可以走 我不去 你之前不是说想去吗 我之前说的去大学 我现在去的不等于逃兵吗 前两天你还跟我说 虽然我爸出事了 但爸爸是爸爸 我是我 我现在这么走 不是等于说我也有五点吗 那这样 我先给你请两天假 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你的事 妈妈会给你讨论清楚 好吗 但我现在必须 赶着去一趟淋水 晚上就能回来 我先把你送爷爷奶奶家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我不听他们唠叨 走 你怎么办 张总 我跟太太说您不在 但是 你先休息一下 出来 你又上这儿弄什么了呀 张立新 你干的那些事 我和简红成都知道了 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把股份交出来 你滚蛋 第二 走司法程序 严惩不淡 我倒想知道知道 你们知道什么了 什么都知道了呀 这些年你行贿受贿 偷税 不法投资 老二全查清楚了 我真没想到张立新 你背着我干了这么多坏事 都是罪证 不是 你们家什么意思 你们家老二刚跟我说 要和平移交 怎么这么会儿就变卦了 和平移交 那是老二给你留面子 我不是老二 干了这么多坏事 你就别怪我无情 我告诉你要张立新 你哪来回哪儿 你把股份全部交给我 你尽身出货 还有 你要是胆敢反抗的话 明天我就把这些资料 分门别类地 送到各个机关去 我可说到做到的啊 我告诉你 墙也没有用的 我们既然能查得到 那就不止这一份 姐妹妹 你们家间真是欺 欺人太甚 让我坐牢有什么好 我告诉你 小心咱们一块儿完蛋 不用你操心 限制三天之内 必须搬走 这三天 你要胆敢违抗的话 我找警察叔叔收拾你 靠边 干啥 靠边 站那儿 坐 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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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爱你说的做了 给他吓的呀 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他一大没反应 我觉得我演得挺棒的 张立新啊 张立新 就这么几张破报纸 就把你给吓着了 不过如此 这还是以你演技好 开车 这楼啊 就要拆迁了 能保存的资料都在这里了 我呢 会尽力帮你找 你自己也看一看 麻烦你了 没事 你刚才说 他叫崔 崔什么来的 崔起真 他爸爸呀叫崔浩 妈妈叫宁慧 崔起真 那时候啊 没有电子档案 咱们呢 还得一本一本地翻 都在这儿了 你再看看这块 该不是这个吧 我说怎么找不到呢 原来他早就改了名字了 阿姨 帮我多打点吧 我尝点那个 等一下 帮我出去 你有 多来点 你怎么了 你们来上课啊 上课晚点 上课有些头疼 去看病了 怎么了 没事吧 怎么又头疼了 没事了已经 那跟老师请假了吧 毕竟是第一堂课呢 要不我们一块儿吃吧 我们只好帮你传达一下 今天的上课内容 行啊 老师讲了很多 我先回宿舍了 你 真是 不是 我又说错什么了 你话太多吓到人家了 快点 迟到了 你找我一下 你别迟了 郑文慧 到 郑郁泽 到 郑郁泽 李洋 到 郁明立 到 万斌 郑志阳 到 叶成盟 到 高绪 到 赵新巧 到 郑柳 到 陈新儿 到 李月 到 王震 到 杨雪 到 王帅 到 我去 庄玉芳 到 方超贤 到 刘可 到 欧孟婷 到 史元洪 到 干什么呢 凯文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呢 开门哪 开门哪 快开 快开 这个地方不错呀 实现也挺好 以后你们俩就搬两个凳子作战 不用了 曹老师 藏老师好 这个文章真是 尽死不就太不账了 这个又叫 营军回收期 这事却是用我来的 营收账款 除以公司日新用销售 它明明是冲着我来的 这个日新用销售 为什么呀 你没看见他 看我那件事吗 就跟看仇人一样 这个比例 每次行动就立马变脸 我好不好 我怎么舍他了 营收账款 传周转率 公司的信用销售额 处以应收正款 站住 正面找你的啊 这个是家庭信息登记表 全面同学都交了 就差你一份 需要你的家庭住址 父母身份信息 工作单位 我拿回去自己填吧 填完了我给陈欣啊 不是 你给他干吗呀 团支书又不负责这事 到时候还得给我 你就赶紧添了吧 马上交给老师 那你先把这些交给老师吧 我自己交给老师 不用麻烦你了 我去 真是服了 对不起啊 曹老师 那个家庭信息登记表 就差您有一个人没交 我怎么催他也不给我 没事 他自己已经交上来了 那您叫我来是 咱们班的这个宁佑同学 一开学就要求转系这件事 你知道吗 转系 对 我已经暂时地劝回去了 这个宁佑同学比较特殊 单亲家庭 经济上比较困难 但是他很要强很上进 他的学费都是靠他自己挣的 林佑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上次的表哥我已经交了 我知道 曹老师跟我说了 我这 我 你站住 林佑 你家的事我都知道了 你觉得你瞒得住别人 你能瞒得住我吗 你想怎么样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来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 我之前真不知道 你家里那么困难 什么事都要自己承担 原来你军薰没来 是为了打工正确费啊 是我误会你了 真对不起啊 你又好巧呀 你也在这儿吃饭啊 我差不多吃好了 你看这是什么 淋水酱菜 林佑你自己吃图食 放我尝尝呗你 你呢 你要 就是就是啊 真想一想 真疯啊 我也好久没吃了 就爱吃这个 你都吃了 您又吃什么呀 对不起 我给吃完了 这样吧 你吃我了 反正食堂这些饭 我都吃腻了 来 吃我了 反正你菜太油了 来来来 你吃我 一起吃一起吃 这样能多吃几个菜 好 来 这排骨特别好吃 来 好吃 好吃 班长 你不辣吗 不 大饭 你真不辣 有点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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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喝点汤 你俩不至于吧 这么刻苦 你一语好不明白我们的痛苦 你早上去哪儿啊 坐舍不见人 还能去哪儿 为人民服务去了 这不快期末考试了吗 给你们每个人录了一盘 约语复习资料 急使语啊 你看把这两个同学愁的 班长你也太贴心了吧 简直救命啊 拿着吧 虽然我们太需要吧 担心我领了 没有 这给你的 谢谢班长 谢谢班长 好 谢谢班长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